Oppo的影像主張叫《輕鬆捕捉生活之美》 盡量把它放到一鍵完成 你只需要按快門,剩下的交給我們來做 譬如名稱的《Portrait Expert》 你能看見Portrait Functions 在Oppo的影像是比其他品牌的更好 我們現在是在吉隆坡 在東大亞馬來西亞的首都 從它的歷史、從它的現狀 那麼它對人的構成是多元的 而且這個地方能給我們提供完全不同的樣子 非常值得來的一個地方 謝謝 首先其實我們會去做一個調研 其實就是回答一個當地人認為是不是美的 哪一種你喜歡? 左、右、右 提供一些樣本讓他們去選 然後他們會提他們想要的效果是什麼樣子 其實這個顏色是同樣的 除非它不太鎮定 皮膚的顏色需要綠色 綠色、綠色、綠色 綠色、綠色 綠色,對 這個顏色和綠色的角色 這兩隻是綠色的,對嗎 對,兩隻綠色的 這個顏色是綠色的 綠色的 綠色的 綠色和綠色 綠色的 綠色和綠色 這個顏色和綠色的 這個顏色和綠色 因為它不太激色 我真的不喜歡它 因為它很激色 它太激色 它太激色 它很強烈的 它很強烈的 皮膚我比較明顯 比我的顏色的皮膚我 所以我比較喜歡 這個顏色的皮膚 這個顏色看起來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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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顏色 看起來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最初的挑战 是去採取 正確的資訊 我們需要看 背後的文章 你需要綠色 人們 在這個位置 我們需要解釋 各種語言 我們開始從 我們開始從 我們知道 所有工具 然後到 我們可以做 這個概念 當地人 他所處在的 一個地理環境 他們的可能一些 宗教信仰 還有一些文化的背景 所帶來的 一系列影響 會產生說 他們現在對於影像的 一個傾向 我們是更深刻地 體會到了他們 對於膚色的一個喜好 的傾向跟度 有一張照片 他覺得很喜歡 是因為它可能 brighter 眼眸陰影的部分 是需要你抬得 稍微亮點 他們才能夠看清的 當時在第一輪 第二輪的時候 可能像室內的一些場景 可能存在一些 偏黃綠 偏寡淡的問題 也是在回來 在家裡 有去重點油化的部分 就是我們上一次 第二輪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暴露了一些問題 這一次會把調整以後的 更新以後的效果 再來做一次選擇 他又回答我 商務電話的問題 也是整個 對於商務的 商務電話 它是正常的 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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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 超新的 超新的 更新的 更新的是 更新的 更新的 其實我去調整 更新的 情形 很新的 進步還是挺明顯的 從他們的 反過來看 立馬拍完圖 就會查一下 一到兩個 他們就會覺得 沒有進步 因為剛好 这一位KOL是我们上次也在的吗 他会讲到一些细节 像我们的确度 像我们的色彩 都是他能够一眼感受出来有进步的 就是我们的底线是有变高的 我们的用户比较相似的 这次的反应更增加了更多的反应 我们必须要非常敏感地知道 它过去是怎么样 它现在是什么样 我们还得敏感地洞察到 它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 所以Obo需要非常谦虚地 也认真地去聆听这些声音 这个断言的过程就是去了解当地 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当地文化是什么样 只有了解了这个之后 对于我们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 才会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所以它是一个安静永远在路上